全部合體了 全部合體了 現場已經超過8萬人了 是的 民進黨的理想 已經完全喪失掉 蔡英文總統的治理國家 完全被派系綁架 放任這些民進黨的派系 吃台灣人的肉 喝台灣人的血 大貪特貪 大撈特撈 四年執政 四個字 苦 悶 翻 混亂 今天 我們國民黨的八大天王 全部合體了 對不對 五個字 昨天 台灣兩千三百萬民眾 選出了一個字 代表2019年 全台灣人的心中 對台灣一整年的描述 這一個字是哪一個字 亂 亂 亂七八糟的亂 混亂的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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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執政 四個字 苦 悶 翻 亂 如果2020年1月11號 民進黨繼續執政 未來的四年 我現在就可以寫這四個字給大家看 慘慘慘慘慘 親愛的新北同胞 我們曾幾何時 台灣會淪落到這個情況 我們知道 過去很多民進黨的支持者 期待民進黨帶來我們的繁榮跟幸福 三年半 我們失望 多少民進黨的支持者 期待那個情政 愛民 愛鄉土的 民進黨能夠重新出現 但是 對不起 今天的民進黨 愛金錢 愛權利 愛他自己 民進黨的理想 已經完全喪失掉 蔡英文總統的治理國家 完全被派系綁架 他動不了 放任這些民進黨的派系 吃台灣人的肉 喝台灣人的血 大貪特貪 大撈特撈 我們絕對不能再這樣下去 我們這一輩人 一生的辛苦 就是投入台灣的土地 我們希望下一代 比我們更強大 看著台灣 日漸沉淪 我的太太李嘉芬 到了東南亞馬來西亞柬埔塞 泰國 越南 一大堆外國人 看到李嘉芬 抱著李嘉芬 大哭 李嘉芬都覺得很奇怪 你是外國人 為什麼講到台灣 你哭成這個樣子 原來他們年輕 都在台灣留學 是留學生 對台灣有情感 他們是馬來西亞人 是印尼人 甚至新加坡人 他們告訴李嘉芬 我們真的不忍心台灣 一直往下沉淪 我們愛台灣 三年半 中華民國是一隻 雄壯的老鷹 被民進黨踩在腳底下 完全飛不動 2020年 中華民國這隻雄壯的老鷹 將會重新冉冉飛起 我們需要兩隻翅膀 一隻是總統府 一隻是立法院 韓國瑜跟十二席 新北市立法委員 全部當選 中華民國兩隻翅膀 讓我們一起看著中華民國 重新站制高飛好不好 好